我刚刚想起来,今天冬至,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了 我准备走着去那个镇上买点东西去,大概是两公里吧 我不敢开车,因为这里属于那种下坡嘛 下坡倒是没有多大事,就是上坡的时候怕打花上不来 我走着去就行了,慢慢溜达溜达 买那个一包饺子去,晚上吃饺子 也有这么这个说法 冬至吃饺子,不动脚 这是又有点下雪了吗 下小雪了吧 还是刮风从上上刮下来的呀 我做饭的东西现在都在外边来着呢 经常刮着风 我感觉我做饭不好做 刮的风老大了 带着小狗子 走了走了 我拿个生子拴着它吧 一会儿 是不是这样 拿着绳子,等到镇的时候我再刷上它 说像这路 哪里敢走呗 说打花 这狗都刷不住咋 他跑都打花 听到这缝声没有啊 一阵一阵的 这还做饭呢 今天晚上我估计得坐我在车里边做饭 在狗窝那儿坐 呵呵 哎呦 再到镇上了 但是我看到好多这个油面呀 你看全都是油面 难道这边的特产就是油面 等我走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吃个油面尝一尝 这道水饺 买了这条羊 花这七十块钱 哎呀又奢侈的 主要是这个羊 还冻得给嘴子似的 哎呦 好像是不买这羊和水饺就不出来了 小开挺厉害 走了小开 走走 给这大个玩儿 也不怕咬它 看到吗 现在回来了 五点了 我准备那个那个那啥了 全冻冰了 准备把这菜一热 然后一煮水饺就行了 这冰天雪地 这怎么样 我就是把中午吃剩的那个一热 热开了之后嘛 再一煮水饺就行了 中午剩下点面 现在才五点 车里边都已经零下七度了 晚上得零下十五度吧 风太大了 我想了个办法 就是这样 本来我想在这个里边 这儿都那个煮来着 但是味太大的 我都没有煮 然后我就把这个镯子放倒之后 这样它倒风 还熟的快 就煮这个 里边有点面 有饺子 还有点那个毛血王的东西 麻辣水饺面 这叫 把这煤气道弄下来 用折子倒着 这缝 熟得是快 饺子 熟了 太不容易了 晚上吃点小饺子 喝两口小酒 爽歪歪 小狗子也喂了 也不用管它的 就吃我的就行 趁热赶紧吃 要不然太凉了 趁热有热呼气 哎呀 这一会儿就冻冰了 受不了了 吃完装备的 小狗子太烦人了 吃饭 他老给我偷扔的 嗯 饺子就酒 夜喝夜有 哎呀 好凉 太爽了 明天还得待一天 我感觉 我感觉这没气罐 快没气了 因为他那个刮风 太不好熟了 尝尝饺饺子熟没熟 嗯熟了 猪肉大同的 嗯 可以 饺子 吃大蒜 喝点酒 老爽啊 哦 吃了压 立马就有结冰了 太冷了 好了 那我就好好在这赶紧吃吧 反正我这菜 都冻得刚硬刚硬的了 水也是冻得刚硬刚硬的 这一下雪做饭 一结冰下雪做饭 不好做啊 除非是像买菜 反正凑我吃吧 能吃饱就行了 吃饱了 吃饱了 好了 那不如 赶紧吃饭了 小狗别碰我了 吃饱了 我吃饱了